下面讲 若直 成心为一 遮掩不一 若直 你心里面会有个念头 好像直 成根心 其实是一 为什么会有那个念头 决心就是如此 因为决心叫做大圆满决 决心就是一切法大明处 所以你正在照见诚心之时 你虽然知道当下其实就是一 但是一中你似乎就能看到一念之中 仿佛就会知道它好像就是二 假如你不知道没有这种心 心怎么叫大明呢 就类似有善心的人 他也知道什么叫恶念 恶念也能够在心中清清楚楚也能浮动 但浮动时他为什么是善心 因为恶念浮动楚 他不过就是解释恶念而已 将来你的决心现见处一样知道二 一样看到那个值 为什么明明是绝 根本是一 但眼前所现 为什么似乎就有一分思维 似乎有值 指它乘与心是一 好像就有个念头 指它乘与心是一 所以随你念头所起 一切法中的变化 你念念都不住 念念批驳 但念念不住 念念批驳 但这些念念都常在 为什么常在 因为大圆满觉骨 要不常在 你连值都不知道吗 你连一都不知道吗 你连二都不知道吗 你虽然知道不二 但不二之中它能现二 知道吗 就将来你心中若是越来越清楚时 眼前的一切念头 你根本不必坏的 是二吗 不是 不是二吗 吉二 二与不二 现前不知道吗 知道 为什么知道的时候是有值吗 有值也不是障碍 因为你是知道那个值 跟过去你凡夫有值就是受那个值 是完全不一样 将来你还看不到你觉醒所现之时 就像镜子造色 镜子造色之时 具体成色 不是值吗 都是现前的值啊 但是你不知道那个值受吗 你不知道值受不叫觉 你跺在值中 那是从值入值 叫望值 起望值 不但起成望值 还起成值望 所以先要懂得将来在值心当前 你要知道眼前所有的一切过去心中凡夫的一切夜感变化 那哪个不是觉 所以不需要你去避开那个夜感变化 假如让你去避开哪个过去心中的凡夫的心中的 一定有的那种夜感之中的变化 你想要有避开 找到清静 那你就要起惭愧 为什么 你一定是阴地心中 上海市不振发心骨 一定是阴地心中 于菩提心三个字 念念为守骨 所以你在感受之中 在参学之时 在每个感受当前 你都能够如实不断地反思 不断地反省 你在反省不断地理正当前 你将来自心所起的这些念头的障碍 你自己当下 你就根本不必去排斥它 当下击破 所以才讲 若只诚心为一 遮言不一 什么叫遮 遮 在佛门之中常讲遮字门 你要入遮字门 遮字门就是告诉你一切法终不可得过 你要只是知道遮 但你不能入遮中的深意 不能入遮中的圣意 那你还是虽然说遮 常说遮中 那是念念之间 还在想要妄想分别 有为的习气之中 想要屏蔽 所以真的讲遮 是讲一切法终不可得过 所以经中常说 闻遮字时 即知一切诸心皆非行也 闻遮字时 所以叫你常遮 闻这个遮字 你就要知道如何遮 这些法根本不可得 所以你觉得有二吗 常直吗 直说有二吗 直都不可得 你不明白直吗 直明白又何妨 因为明白处就是不可得处 决心在明白这个直受时就是根本决心 从来不可得处 就像镜子能够现色之时 就是一切镜子所现不可得处 那有的因为心不熟 过去在这个道理不熟 所以你们心中就会起疑问 就会起疑惑 为什么镜子现色就是不可得处呢 因为镜子从来非色 色根它自己又不能自色 色不能自色 镜子也从来非色 所以镜正在现色处 它就是为你呈现 能呈现一切万法 彰显之处就是要告诉你一切万法 本来不可得处 本来清净处 所以常类似我讲的那个过去的辟语 你为什么觉得平常的时候念头多采多姿 因为能多采多姿处就是法法不可得处 如果一法可得你能多采吗 你就是那一采了 那一采还能知道一采吗 一采都不知道一采 所以将来心性之中与万法当前的种种获达 是因为心中念念之间能够入身如是理 那个理不是道理而已 那个是真正能够入其脉络 打起生意 所以生意 意 意里的意 意怎么写 从阳从我 阳我为意 阳者是什么意思 想也 想明明白白 阳者为想 能够明白一切我 能够力重重大我 那是入真正生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